出李子者 名吉 秦惠王之地也 与惠王一母 母 韩女也 出李子滑稽多至 秦人好约至囊 秦惠王八年 觉出李子又更 使江儿伐驱卧 进出其人 取其成 的入秦 秦惠王二十五年 使出李子为江伐赵 鲁赵将军庄报 拔令 明年 诸位张公储 拜储将驱盖 取汉中帝 秦峰出李子 号为炎君 秦惠王族 太子武王立 逐张仪 魏张 而以出李子 甘茂为左右丞相 秦使甘茂公寒 拔移阳 使出李子 以车柏城入州 州以族迎之 义甚静 处王怒 让州 以其崇勤客 由藤为州说 处王曰 知伯之伐愁游 移之广车 因随之以兵 求由遂王 何则 无被顾也 其还公伐菜 号曰诸楚 其时习菜 金秦 虎狼之国 使出李子 以车柏城入州 州以愁游 蔡官淹 故事长己居前 相弩在后 明曰未及 儿时求之 且复州 岂能无忧其设计灾 捧一旦王国 以忧大王 楚王乃月 秦武王族 昭王立 出李子又亦尊重 昭王元年 出李子将法仆 仆守孔 请胡言 胡言为仆未出 李子曰 公之公仆 为秦乎 为谓乎 为谓则善矣 为秦则不为赖矣 复为之所以为谓者 以仆也 金乏仆入于谓 为避者而从之 为王兮和之外 而无以取者 兵若也 金并为余谓 为避枪 为枪之日 西河之外 必威以 且秦王将关公之事 害秦儿立位 王必最公 出李子曰 奈何 胡言曰 公是仆物公 臣是为公入言之 以得为君 出李子曰 善 胡言入仆 为其守曰 出李子之仆之并以 其言曰 必拔仆 也能令是仆物公 仆 守孔 应再拜曰 缘以请 应孝金三百金 曰 秦兵苟退 请必言自于为君 使子为难面 顾胡言授金于 仆以自贵于为 于是遂解仆而去 还姬脾氏 脾氏未降 又去 昭王七年 出李子族 葬于魏南张台之东 约 后百岁 是当有天子之公 家我墓 出李子既是在于 昭王妙西魏南音乡出李 故俗魏之出李子 致汉兴 常乐公在其东 魏秧公在其西 武库正直其墓 秦人宴曰 利则任彼 志则出李 甘茂者 下菜人也 是下菜 石举先生 学百家之术 因张仪 出李子而求见秦惠王 王健而说之 使将 而左卫张略定汉中帝 惠王族 武王立 张仪 卫张去 东之位 属侯辉 相撞返 秦使甘茂定属 环 而以甘茂为左丞相 以出李子为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 魏甘茂曰 寡人玉荣车通三川 以窥周事 而寡人死不朽矣 甘茂曰 请之魏 约以伐寒 而令相受辅刑 甘茂至 魏相受约 子归 言之于王曰 魏听臣以 然袁王勿乏 事成 尽以为子宫 双隐号 相受归 以告王 王淫甘茂于西壤 甘茂至 王问其故 对曰 宜阳 大县也 上党 南阳积之久矣 明曰县 齐时郡也 金王备树险 行千里功之 南 西增参之处费 鲁人有与 增参同姓名者杀人 人告其母曰 增参杀人 其母知自若也 请之 一人又告之曰 增参杀人 其母上知自若也 请又一人告之曰 增参杀人 其母投注下击 于墙而走 父以增参之贤 与其母信之也 三人移之 其母巨焰 金臣之贤不若增参 王之信臣又不如增参之 母信注参也 宜臣者飞特三人 臣孔大王之头注也 使张一夕并巴蜀之地 北开西河之外 南取上拥 天下不以多张子 而以贤先王 魏文侯令乐阳将而宫中山 三年而拔之 乐阳反而论宫 文侯是之傍疏一切 乐阳在拜姬首曰 死妃臣之功也 主君之利也 金臣 积履之臣也 出离子 公孙是二人者邪寒而一之 王必听之 是王七为王而 臣受公众尺之愿也 王曰 寡人不听也 情与子蒙 祖史丞相甘茂将兵伐一阳 五月而不拔 出离子 公 孙是果征之 五王照甘茂 欲罢兵 甘茂曰 悉仰在彼 王曰 有之 因大西起兵 使甘茂击之 斩首六万 遂拔一阳 韩湘王使公众尺入谢 与秦平 五王敬至周 而足于周 其地利 魏昭王 王母宣太后 处女也 处怀王愿前 秦拜处于丹阳而 韩不救 乃以兵为韩雍士 韩使公众尺告急于秦 秦昭王心力 太后处人 不肯救 公众应甘茂 茂为韩言于秦昭王曰 公众方有得秦救 故敢敢处也 金庸是为 秦师不下小 公众且仰手而不 昭 公书且以国难合于处 处 韩为一 魏是不敢不听 然则罚秦之行成以 不识作而代罚属于罚人之力 秦王曰 善 乃下施于小以旧函 处兵去 秦始向寿平一扬 而始出离子 甘茂罚未疲 是 向寿者 宣太后外族也 而与昭王少相掌 故任用 向寿如处 处闻秦之贵向寿 而后世向寿 向寿为秦首遗阳 将以罚韩 韩公众使苏代位向寿曰 秦困覆车 公破韩 辱公众 公众收国父侍秦 自以为必可以封 经公于除解口地 封小令隐 以渡阳 秦楚河 赴公韩 韩必亡 韩王 公众且公帅其司徒 以恶于秦 原公熟律之也 向寿曰 吾何秦楚非已当寒也 子为寿业之公众 约秦寒之交可合也 苏代对曰 原有业于公 人曰贵其所以贵者贵 王之爱习公也 不如公孙氏 其智能公也 不如甘茂 今二人者皆不得亲于秦氏 而公独与王主断于国者和 彼有以师之也 公孙氏党于寒 而甘茂党于魏 故王不信也 今秦楚争枪 而公党于楚 是与公孙氏 甘茂同道也 公何以义之 人 皆言楚之善便也 而公必亡之 是自为则也 公不如与王谋其便也 善寒已被处 如此则无换已 寒是必先以国 从公孙氏而后为国于甘茂 寒 公之仇也 今公言善寒已被处 是外举不辟仇也 相寿曰 然 无甚欲寒何 对曰 甘茂许公众已五岁 反夷阳之名 今公图收之 甚难 相寿曰 然则奈何 五岁中不可得也 对曰 公孙不以秦为 寒求隐川于楚 死寒之既地也 公求而得之 是另行于楚 而以其地得寒也 公求而不得 是寒楚 之愿不解而交走秦也 秦楚争枪 而公徐过楚已收寒 死利于秦 相寿曰 奈何 对曰 此善是也 甘茂欲已未取其 公孙氏欲已寒取其 今公取一阳已为公 收楚寒已安之 而诸其未知罪 是以公孙氏 甘茂无事也 甘茂竟言秦昭王 以五岁复归之寒 相寿 公孙氏争之 不能得 相寿 公孙氏有此愿 缠甘茂 茂聚 挫乏未普版 王去 出离子与未讲 罢兵 甘茂之王秦奔起 冯苏代代为其始于秦 甘茂曰 臣得罪于秦 聚而顿逃 无所容计 臣闻平人女与妇人女会计 平人女曰 我无以买竹 儿子之竹光性有余 子可分我余光 无损子名而得一丝变焉 今晨困儿君方使秦儿当路以 茂之妻子在焉 原君以于光阵之 苏代许诺 遂至始于秦 以 因说秦王曰 丹茂 非常是也 其居于秦 累世众以 自小赛及至鬼谷 其地形显一皆明知之 彼以其曰 韩未反以图秦 非秦之利也 秦王曰 然则奈何 苏代曰 王不若重其志 后其路以迎之 使彼来则至 知鬼谷 终身悟出 秦王曰 善 及次之上卿 以相应迎之于其 甘茂不枉 苏代为其婚王曰 复甘茂 贤人也 今秦次之上卿 以相应迎之 甘茂得王之赐 好为王臣 故此而不枉 今王何以礼之 其王曰 善 即位之上卿而储之 秦因赴甘茂之 家已是于其 其使甘茂于楚 楚怀王心与秦和婚而欢 而秦闻甘茂在楚 使人为楚王曰 原送甘茂于秦 楚王问于范渊 曰 寡人欲至相于秦 俗可 对曰 臣不足以时之 楚 王曰 寡人欲相甘茂 可乎 对曰 不可 夫时举 下菜之间门也 大不为氏君 小不为家氏 依苟见不连闻于氏 甘茂是之顺焉 故惠王之名 武王之茶 张仪之辩 而甘茂是之 取时官而无罪 冒成贤者也 然不可相于秦 夫秦之有贤相 非楚国之利也 且王前常用赵华于悦 而内行张义之难 月国乱 故楚南塞利门 而郡江东 继王之功 所以能如此者 月国乱而处之也 今王之用诸月 而忘用诸秦 臣以王为俱过矣 然则王若欲至相于秦 则莫若相受者可 夫相受之于秦王 亲也 少与之同一 长与之同车 以听事 王必相相受于秦 则楚国之利也 于是时时请秦相相受于秦 秦族相相受 而甘茂竟不得妇入秦 足于魏 甘茂有孙约甘罗 甘罗者 甘茂孙也 茂祭死后 甘罗年十二 是秦相文信侯吕不韦 秦始皇帝始刚成军 蔡则于宴 三年而宴王 习始太子丹入至于秦 秦始张堂往相宴 欲于宴 共罚赵以广和金之地 张堂为文信侯曰 陈常为秦昭王罚赵 赵愿臣 曰 得堂折于百里之地 金之宴必经赵 臣不可以行 文信侯不快 未有以枪也 甘罗曰 君侯何不快之甚也 文信侯曰 吴令刚成军 蔡则是宴三年 宴太子丹已入至已 吴自请张卿相宴而不肯行 甘罗曰 臣请行之 文信侯赤曰 去 我身自请之而不肯 女焉能行之 甘罗曰 大象驼生七岁为孔子师 金晨生十二岁于姿已 君其是臣 何惧赤乎 于是甘罗建章清曰 清之宫属于武安君 清曰 武安君难错枪处 北威燕 赵 战胜功取 破城堕义 不知其数 臣之宫不如也 甘罗曰 应侯之用于秦也 书语文信侯专 张清曰 应侯不如文信侯专 甘罗曰 清明之旗不如文信侯专 与 曰 知之 甘罗曰 应侯欲恭照 武安君难知 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度有 金文信侯自请清香宴而不肯行 臣不知清所死处已 张堂曰 请依如子行 令庄置行 行有日 甘罗为文信侯曰 借臣车武成 请为张堂先报照 文信侯乃入言之于始皇曰 双隐号 西甘茂之孙甘罗 年少尔 然明家之子孙 诸侯皆闻之 金者张堂玉称即不肯行 甘罗说而行之 金元先报照 请徐遣之 始皇照见 始甘罗于照 赵襄王交迎甘罗 甘罗睡照王曰 王文艳太子丹入至秦于 曰 曰 文知 曰 文章堂相艳于 曰 文知 艳太子丹入秦者 艳不欺秦也 张堂相艳者 秦不欺艳也 艳 秦不相欺者 伐照 威以 艳 秦不相欺无异故 御宫赵而广和间 王不如姬臣武成以广和间 请归艳太子 与强照公 若艳 赵王立资歌舞成以广和间 秦归艳太子 赵公艳 得上古三十成 令秦有十一 甘罗还抱秦 乃封甘罗已为上卿 赴已使甘茂田宅赐之 太史公曰 出离子以古肉重 故其礼 而其人称其智 故泼彩烟 甘茂起下菜驴岩 显明诸侯 重枪其储 甘罗年少 人初一奇迹 声称后世 虽非笃行之君子 人亦战国之策事也 方秦之枪时 天下由驱谋诈灾严君明吉 绝号智囊 既亲且众 称兵外壤 甘茂并向 出左卫章 使推向寿 乃公遗阳 甘罗妙碎 足起章堂 出外 出外 穎